永从已经三个月大了 总没精神 一赶风寒不舍 这个头也不见长啊 是啊 七阿哥的身子是有点弱 我从报国四囚的平安服 给七阿哥戴上没有 一直戴着呢 一见永从这样 我就揪心 怎么不见长呢 是不是 如母的奶水不足 七阿哥吃不饱 才没有精神 一赶风寒呢 夫人 自从得旨要喂养七阿哥 奴婢们的饭菜 一点盐都不敢加 炖炖都喝 加了通草和王不留行的汤水 奶水船后充足 奈何 七阿哥他不肯喝啊 无用 其辱呢 皇后娘娘 齐太医到了 穿齐太医去暖阁 是 好好照看这七阿哥 是 这种事情怎么能怪我们啊 好 别说了 不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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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什么山呀 还送兵 你们不知道皇后娘娘怕寒呢 都给我退下去 是 这 是 齐太医 你给本宫一句实话 永从生下来已经三个月了 却得了两次风寒 这本不是风寒的季节 永从为何这般孱弱 是啊 七阿哥总是呆呆的 没什么精神 这又是为何 皇后娘娘 夫人 守微臣之言 七阿哥是早产儿 体质格外孱弱 更要精心养育 齐太医 永从能不能平安养大 婴儿娇嫩 如果能养过十岁 大多是无房的 十岁 那十岁之前 岂不是闲之又闲 齐太医 您这样回话 可会吓坏娘娘的 微臣说的是实话 养育七阿哥 必得仔细再仔细 那我来问你 皇后娘娘的身子 能否再生一位阿哥 夫人 如今是七月初 正值炎热 娘娘店中都不敢用兵 您说 本宫缠后体粮 别说用兵了 就算是穿得薄一些 也鲜有良意 那娘娘就是用些 利豆白和汤 也是好的 喝过之后 就会感到胃寒不适 就是午后暑热 大汗不止 最是难受 这是畏热畏寒之争 皇后娘娘 再也不能操心劳动了 免得损伤根本 您问了这么多 是不是 皇后娘娘的身子 难再遇喜了 皇后娘娘若想再有喜 难遇上晴天 那就烦请齐太医费心 务必保这七阿哥平安长大 是 据你所言 皇后产后 的确虚晦得厉害 是 时之圣夏却不敢用兵 午后又虚寒淋漓 本就为养育七阿哥的是悬心 若再为后宫所事劳神 为臣 怕皇后娘娘会元气大散 灾难养晦了 今日是七夕 皇后便是中原 晚寿 中秋 重阳 宫中大事接踵而来 的确是勉强皇后了 朕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如意啊 这漫天的星空 你有什么愿望 赶紧许一下吧 听说七夕许愿特别灵验 臣妾只希望和皇上 长长久久的 长长久久是多久啊 能多长久就多 长久 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 不离不弃 好 如意啊 朕有一事要和你商量 皇后场后虚亏 后宫的事情不能料理 皇娘年龄也见大了 逐渐地力不从心 朕思来想去呢 你协理过六宫的事务 还是你最为稳妥 可否请淳贵妃一同大礼 这淳贵妃的性子温柔 但是耳根子软 又无主见 这六宫的事务繁杂 只怕她也帮不上你什么 皇上都想好了 还问臣妾 朕要劳动你自然有东西要赏你喽 金宝 喳 是 这是臣妾独有呢 还是何宫都有 这是宫养朱花 是朕特别为七夕制作的 皇后呢是佛首花 淳贵妃呢是绣球 家妃呢是枝子 于妃是墙威 淑瓶是珍珠兰 美人一枝 但这玫瑰啊 是你独有 代表着你和朕的情分不同 也像你说的长长久久 真希望你会喜欢 这玫瑰很衬你啊 好看吗 好看 如意啊 真希望 咱们真的会长长久久 今儿是中元节啊 一切忌讳大家都要记着 这门啊擦干净的 每天都擦不干净 进出要照水盆 不可言语犯会 啊 大家都仔细些 白天天还好好的 怎么下起雨来了 想放个花冬都放不了 这中元节 本就是白鬼夜初的日子 看这雨是越下越大的 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 俗话说呀 鬼不走甘露 你看有ן不疑 那我们有墙的 那我可能不看了 那你以后你会不撿